8月9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文中并排展示两张在非洲拍摄的照片 企图形成对比来攻击美国 左边的照片是一名中国测量员和一名非洲当地人 配文是中国在非洲分享测绘技术 右边的照片则是一名美国士兵蹲在一名正在使用步枪的非洲人身旁 配文是美国在非洲提供射击训练 此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到访南非时发表讲话 批评中共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评论认为赵立坚显然是企图以两张照片来反击布林肯对中共的批评 美国之音8月16号报道说 右边的照片中显示的军事训练是中共在安理会投票批准的行动 赵立坚的虚假宣传被揭穿弄巧成拙引发嘲讽一片 新台人记者赵凤华王会综合报道